关心台中地区在昨天晚上下起了暴雨 在大甲区有一辆汽车受困在民生路的地下道 车内救出了母亲及一对儿女 不过36岁的母亲送医后宣告不治 另外在大理区有两名骑士一事大雨视线不良 先后衰落了下水道的工程水坑 还好的及时获救 而大雨过后金泉岗的排水沟被发现有一具浮尸 年约60岁的男性身份还有待理清 被吊起警销抢救受困车内的36岁夫人 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用叶克膜紧急抢救 但16号清晨仍旧宣告不治 家属对警销救援的流程颇有为辞 15号晚间陈信夫人开车 载着10岁女儿和8岁儿子突然遇到暴雨 受困大甲民生路地下道 警销道场救援时夫人用尽力气 把一对儿女往外送获救 却在最后关头夫人疑似是鞋子卡住 人出不来灭顶 大雨滂沱台中大理区有两人疑似 因为视线不良 摔落大风路人化路口下水道施工工地的大水坑 水深约有两三公尺 20岁的无姓男大学生自行爬出求救 明明在附近摆摊的业者 警方人员地毯是搜索及时救出 另外在清泉岡的排水沟 清洁之工上午打扫时 发现了一具男性遗体 年约60岁 卡在一空尺深的绿水闸门 身上没有身份证件 可能被暴涨的雨势冲到了下游 死因和身份有待明清 记者曾经中 徐玉文台中报道